OK 所以快速講 一口氣連最後的步驟全部處理 就是第一件事情要先去解開雙骨 所以解開雙骨的部分需要用到解螺旋煤 雖然雙骨之間只是氫填結合 但是讓雙骨之間的互補關係拆開 仍然需要用到酵素 所以這個地方用的酵素是解螺旋煤 解螺旋煤煤解開之後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是要把這個地方 把那個單骨保護起來 免得缺口這個地方因為太過靠近 因為它的互補關係 本來就可以讓它形成清淀結合 所以它距離不夠遠的情況之下 不小心它又會病回去 所以剛剛就白做了 好 所以這地方呢 它會有一個保護性的蛋白 就是單骨 結合蛋白來維持它暫時性的酸母狀態 好 所以這些拆開解開拉鍊這個動作 做完之後 接下來呢 要提供DNA聚合酶 要提供DNA聚合酶合成的起點 對 那個DNA合成的時候 它的方向性 五波讓王三波讓王是以幸福 就是正在合成的自己的方向來看 好 所以現在呢 我要在這個地方先形成一個銀子 然後銀子的成分留意一下 這算很特別 它是用RNA來當銀子 好 所以就是利用RNA來幫DNA聚合酶三 做一個複製的起點 好 然後所以 RNA因子上去 這個地方呢 又要用到一個酵素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導 導引酶 導引酶負責將RNA因子給補上去 那這個地方不是隨意的 它其實是有特定位置 好 那我們先暫時 不管它 就假設現在呢 就是做一個頭而已 所以這個頭做上去之後 下一步就是要開始從這邊 然後利用去氧核糖的核肝酸 而且是三菱酸的那個 然後呢 一個一個接上去 好 所以這時候 心骨的 心骨的五方端在這邊 然後往三方端的方向延伸 好 所以從銀子的地方開始 就是往這個方向做 好 然後呢 按照減肌配對的AT屈膝配對原則 好 上面 舊骨 上面這邊 這時候心骨的方向 五胖在右邊 三胖在左邊 所以呢 就一路做下去 好 繼續拆 它就繼續做下去 那可是下面這股舊骨 它的問題是在於 它的心骨的五方端是在左邊 然後它的三方端是在右邊 所以這個時候把銀子掛上去 可是心骨呢 從左往右 從左邊往右邊過來 在這段裡面呢 暫時是看不出問題 它的真正麻煩的地方是 接下來 假設我們第一次只拆到這邊 導引煤接上去 導引煤接上去之後 接下來下一步驟 那個新的去氧核糖核乾酸 一個一個補上去 這邊這個工作 它是由DNA 聚合酶3 來負責這個延伸 就是按照剪輯配對原則 一個一個補上去 然後所以這時候呢 這個雙骨 看起來就逐步的完成 OK齁 好 所以上面呢 它的星骨方向性由右到左 下面這個呢 星骨方向性由左到右 所以如果只看這段 看不出問題 假設下一個階段呢 那個 舊的那個DNA呢 現在拆到這個位置來的時候 所以一樣解螺旋梅 就一路這樣順勢的 這一頭往左邊拆 那上次提到 如果你去看它整個的真實情況 我們現在只看到了 兩邊正在同時進行的其中一邊 就是你指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只看到左半邊 右半邊那邊也在做想法的事情 好 所以你現在繼續拆下去之後呢 解螺旋梅解開 單骨結合蛋白結合上來 所以呢 剛剛 上面這個地方 最早第一次的影子在這邊 然後一路向左延伸過來 然後一路向左延伸過來 你拆到哪邊 我就做到哪邊 OK 這是上面這股舊的好處 它的五框在右邊 三框在左邊 你拆到哪 我就做到哪 可是下面這個會面臨一個問題 它第一次做的起點 第一次的影子在這裡 可以標一下 這是第一次的影子 好 所以它現在呢 五框往三框的方向 這是五框 這是三框 所以 從這個地方 由左向右做過去 而 等到 新拆的位置到達這裡的時候呢 你又出現了 影子 可以補上來的時候 那 現在呢 這裡會有一個新的鵡庵的起點 然後 現在一樣 由左往右邊做過去的結果 就是 第二段做的 會跟 第一段做的這個地方 中間 卡一個 RNA 這樣 OK嗎 那因為你是做一段 呃 拆一段做一段 拆一段做一段 所以會遇到這個 這個尷尬的狀況 就是 因為 那個 DNH合美 它就需要一個影子 然後它的成分就是 好 OK 好 那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是 這地方那個線斷掉啊 如果你還有 像那個 核甘酸在接的時候 這邊是磷酸根 然後下一個核甘酸要接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是 這個是上一個加進來的核甘酸 這是吉祥要加 現在馬上要加進來的核甘酸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它提供的是三連酸核甘酸 這邊斷掉這邊界線 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現在遇到一個 比較麻煩的問題來了 這邊呢 是這樣子 然後 上面點點點做好的 下面點點點點做好的 就像這個地方 就算這個地方不要考慮它是RNA的因子 它也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這邊是第一次 對 這邊是第一次做的 這是第二次做的 做到這個地方之後 它會 卡在一個 這個地方 這個化學鍵 不是DNA聚合酶 有辦法直接切掉 補起來 那個化學鍵 基本上它的形成比較特殊 不是 不是那種循序漸進的 一個一個 慢慢掛的 DNA聚合酶 三只能做這種事情 就是 如果你這邊呢 給它一個模板 然後呢 這邊它按照剪輯配對原則 一個一個幫你加進來 這種事情可以 碰到像這種 前面已經做一段 現在又做了新的一段 然後前一段跟後一段這個地方呢 剛好就缺一個公加鍵 這種事情 DNA聚合酶 也才能做 效素 有時候傳奇性 它就是這樣很死板板 就覺得就是一個公加鍵而已 一樣就是脫掉膠鈴酸根 然後呢 由3prong 5prong 這樣接起來而已 感覺沒什麼不同 它真的是不同 這不在DNA聚合酶這個 效素的能力範圍 所以接下來這個地方 總共有兩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缺口的地方 1 2 3 4 所以接下來總共要做 第一個 要先把 先去掉那個雜質 紅色的這一段是用 去氧核糖核酸串起來的 心骨 那這段也是 可是這地方是RnA因子 所以你要先把 RnA因子分解掉 這邊又要動了 就這邊又要動了 效素 然後接下來呢 再去利用另外一個 DNA 聚合每一 假設這個因子呢 總共用了五個核幹酸 所以你就把那個 RnA因子先清除 就是擦掉了 清除之後 這邊是不是就留下 一小段式單骨的狀態 好 那然後 所以接下來 DNA聚合每一 就負責這樣的事情 就是從這個地方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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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補完之後呢 這個地方 加這個地方 會留下 兩個 需要形成共架件 就像這樣的狀態 兩個需要形成共架件的地方 這時候 再去動用另外一個 效素 叫做 連接鎂 或者叫DNA連接鎂 如果要詳細講 有人把它叫什麼 結合鎂 那翻譯的問題就 不管了 再利用連接鎂 正式 把這一條 看似幾乎是雙骨 但是有兩個地方 供架件還沒有接起來的 利用連接鎂 所以 這樣子 整個 複製的工作 才算是完成 所以 整個DNA上面 上次有提到 如果你去看 回復到一個 比較寬的範圍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5% 往3% 往3% 往這邊 3% 往這邊 這邊有一個新骨 它的 5%到3%很順 但跟它平行的另外一骨上面呢 就很卡 做一段 做一段 永遠都碰到不連續的情形 可是其實右半邊的狀況也是一樣 你就會發現呢 下面這邊 右半邊 這裡有一段的心骨 它會非常的順 一路可以 拆到哪 讀到哪 可是它的上面 同樣會面臨一個情形 5%往3% 這是第四座的 再往右邊拆 第二段做的 再往右邊再拆 第三段做的 所以不管上面下面 其實它們各自都會有留下 複製過程無法連續的情形 所以那個複製過程 可以持續進行的 左上角、右上角的這兩段 通常我們就把它 叫做什麼 翻譯的問題 領先骨或者叫領導骨 領先骨或者領導骨 那我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就叫領先骨或領導骨 那那個每次都會 一段一段的 不連續的這個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叫做領治骨 好 這是因為DNA核成方向的限制 一定要5'或3'的關係 然後你再配合那個 拆一段做一段這個策略 所以就會遇到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 所以DNA舊骨上面 就是兩個單骨上面 其實它們各自都會遇到 研製骨現象 那只是發生的地方不同 如果以這一段 它拆開之後 這邊會形成一個小圈圈來說 就是上面這一股 其實是在右半邊會遇到的 那下面這一股會在左半邊遇到的 OK啊 好 那另外複製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有點像解開拉鍊一樣 所以小細節的問題 他們習慣把這個地方稱之為 叫做複製叉 如果有提到這個名詞的話 要知道複製叉就在講這個拉鍊 現在已經解到這個地方 這樣OK 好 那後來那個炎製骨 那個一段一段不連續的這個現象 這是日本學者所發現的 所以這上面這個片段呢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上次他有提到的叫鋼琪 叫鋼琪片段 那個炎製骨的不連續現象 那一段一段的 好 所以光是一個DNA複製 你看動用到多少資源 才能夠把這件事情搞定 所以這地方其實可以凸顯出 那個蛋白質或酵素 狹隘的轉移性 OK 這是上次應該是講一半的問題 哪邊不聊 所以用工具去計步驟 順序 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比較不會漏掉 老師 字可以搭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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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可以搭一點 要搭啊 還套啊 主持人 你就把它寄成,然後按那個水減 移除那個,移除那個 你先寄有一個水減的小數這樣子 那你不用去在意它的名稱 因為沒線 好 好,步驟有點小重要 好,所以接下來 用到DNA的時機 第一個是當配合細胞分裂 可是分裂減速分裂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都 細胞間期都要先去做遺傳物質的複製 好,所以使用到DNA的場合之一 就是配合細胞分裂的時候 要去做複製的動作 然後複製的時候用的酵素 是DNA 是DNA 好,所以用DNA聚合酶 已經是你近似了 然後第二個很肯定會動到DNA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現在要把DNA上面的基因給使用出來 基因的內容有一點像是蛋白質的設計圖 好,所以我現在要把那個設計圖 然後做出具體的產品 總共需要兩道手續 第一道手續呢 叫做轉錄 就是先把DNA的基因的內容 就是裡面的密碼的排列組合 然後呢 先複製一份到mRNA的手上 好處是DNA是核酸 RNA也是核酸 所以呢 我在DNA上面有四種 去氧、核糖和肝酸排出來的密碼 然後我可以用1比1的比例 然後呢 把它Copy到mRNA上面 所以mRNA上面的內容 大致上來講就是 DNA上面基因密碼的排列組合 OK好,這是兩個的合作關係 那這個過程我們稱為叫轉錄 那轉錄的時候呢 就用到另外一個酵素 叫做mRNA序和酶 好 那需要做這個動作 如果用增核細胞來講的話 會比較方便 因為 增核的DNA放在細胞核裡面 但是那個 接下來密碼解讀的工具 叫做核糖體 核糖體是放在外面 你看 所以外面是核糖體 然後呢 我把mRNA交給核糖體去解讀 好 所以那個密碼的解讀工作 是在細胞值 所以複製基因內容的工作 在細胞核裡面完成 然後接下來mRNA會被送到細胞值當中 去做轉役 這個動作 那轉役有點複雜 因為你要把那個核酸裡面 四種核甘酸排列出來的組合 解讀成為變成是蛋白質上面 按基酸的排列組合 那這樣的轉換 不是一個簡單的酵素工具 可以達成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 需要動到核糖體 所以核糖體你看 從細胞的所有構造的裡面來看的話 它是一個簡單工具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膜 它是兩個顆粒所組成 整個化學組成值包含兩個成分 兩類的成分 就是蛋白質再加mRNA 對不對 但如果你從轉移這個工作來看的話 它等同於是一個 具有酵素功能的工具 然後它幫忙去把mRNA上面的 密碼的排列順序 解讀成為 蛋白質上面 氨基酸的排列組合 那一般還是盡量先記這個 就是說 那密碼被解讀出來之後 那個氨基酸 一個一個 不同種類 不同的數量 以特定的順序 串連起來 盡量一開始先記多胎鏈 因為蛋白質 我們以前介紹過 蛋白質還有一級結構 二級結構 三級結構 四級結構的問題 所以要到蛋白質 應該算點點的 就是到蛋白質 一般我們所稱呼的蛋白 幾乎都已經是有功能 可是轉移出來的最初 由氨基酸串起來的那個分子 事實上通常還不會有真正功能 你看喔 所以下一個 用到DNA的場合 看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DNA要去進行轉入 然後得到mRNA分子 那mRNA總共有三種 其中之一 像這個 它是擁有基因的內容的 擁有基因內容叫mRNA 叫傳訊mRNA 你看嗎 然後核糖體 它的組成成分裡面也有mRNA 通常我們就把它叫做核糖體mRNA 所以前面掛個小啊 那這種mRNA 基本上它不帶任何記憶密 它只是跟特定蛋白質合作 去做出核糖體那個 大的次單元 小的次單元 然後可以將mRNA夾起來 好 就像一個錄影帶的錄影帶的讀寫頭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第二種mRNA 它也是用核糖的核甘酸 排出來的一種分子 但是它內 它裡面的排列組合 是不具有密碼的意義 我們是需要它那個排列組合 來去塑造出核糖體的獨特性的形狀 讓它變成是一個可以解讀密碼的工具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會扯到的mRNA 是在轉譯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協助核糖體帶來氨基酸的那個工具 傳遞的媒介叫做TRNA 那TRNA基本上呢 它是一個傳遞氨基酸所使用的工具 好 然後它上面比較特別 TRNA上面呢 沒有基因 可是有一組密碼 有一組 反密碼子 好 所以RNA如果按照類別來說 總共有三種 擁有完整基因內容的mRNA 只擁有一組密碼的TRNA 只是用來當作材料的rRNA 好 所以現在呢 從DNA到rRNA這個階段 到底怎麼做呢 它相對來講 就簡單多了 DNA複製 是一個超大工程 可是rRNA的形成的時候呢 因為像真核生物的rRNA mRNA 這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可是rRNA上面只會帶有一個基因 好 那DNA通常很長 一個DNA可以帶很多的基因 好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也就是說 其實轉錄的時候 你只需要用到DNA的某一小段 那 這個地方呢 所使用到的工具 也不會像DNA複製這麼麻煩 它就是呢 有一個酵素 它自己去把DNA解開 而且是很小的一個區域 然後把它解開 然後解開之後呢 就按照 就按照雙骨當中其中一骨 作為模板 然後呢 用核糖核甘酸的材料 然後按照新的配對原則 就是 AU配 那有時候會有T的問題 所以要多補一個原則 然後一樣是橘錫配的原則 然後就可以串成RNA分子 所以 rRNA的好處是因為 大部分的rRNA分子都是單骨 可是大部分的DNA都是雙骨 所以當你利用DNA要合成rRNA的時候 其實只需要雙骨當中其中一骨當中 OK嗎 然後這個地方 只用這個酵素就搞定了 就剛剛提到的 DNA聚合酶 所以DNA聚合酶 它就開始去抓核糖核甘酸的材料 一樣是三磷酸的 一樣是三磷酸的材料 抓進來按照新的互補原則 AU 偶爾會碰到AT的物質 偶爾會碰到TA 就是DNA上面是T 那我現在在rRNA上面就是用U 要不然它用A 好 這樣的新的配對原則 然後呢 現在形成和rRNA分子 這樣OK嗎 好 因為不用整條DNA了 這個 因為基因可能只在 譬如說 假設重新畫一條的話 這是一個 酸骨DNA分子 那只有 假設只有這一段 是某個基因的內容 所以我就只需要做完這一段就可以了 不用整個DNA都做 所以這是 在做轉入的時候的好處 那個格局小很多 所以關鍵酵素通常就只會提到 rRNA聚合酶的部分 這樣OK嗎 所以格局為什麼小很多呢 給一個參考的數字 我們有23對染色體 等同是代表23種染色體 可是目前估計 身為人類所擁有的基因組的規模 大約在25000個基因 所以那也就是說 大概每一種染色體 每一對染色體 差不多要幫忙攜帶數量 差不多1000個基因 這個數字看起來其實很可觀 但事實上 他們在仔細去評估之後 發現有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如果這是一個DNA的長度的話 恐怕這條DNA上面 實際上有基因的內容的總長度 大概只有這樣子 那個狀況大概像什麼呢 你現在有一卷錄音帶 這卷錄音帶的長度假設是100分鐘 然後其中我們只用的不到5分鐘的長度 有錄歌曲 另外有95公分以上的地方 都沒意義 就沒有內容 OK嗎 而且那個假設用5%來算的話 這5%有錄歌曲的地方 還被切割成起碼有1000等份 不能講等份 1000賺 然後呢 會分散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 像這個地方呢 假設有一個基因 然後接下來呢 會隔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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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另外一個地方 這邊可能有另外一個基因 然後又再隔一個 另外段距離的地方 這邊搞不好還有另外一個基因 所以 真的生物有一個很詭異的問題是 奇怪我們對DNA空間的利用率 算是非常的差 這樣OK齁 好 那再來另外一個問題是 OK 那DNA正常情況是雙骨 RNA正常的情況是單骨嗎 所以轉入的時候 你就真的不用兩骨都用到 可是那反過來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的兩骨到底要挑哪一骨出來轉入 OK啊 這時候就發現一個更麻煩的問題了 這個基因呢 它可能是挑下面這一骨 當做轉入的時候的模板 可是等到你隔紅一條DNA 隔到另外一個區域的時候 它搞不好 它是用另外相反的另外一骨 當做模板 所以兩骨DNA雙骨當中 都有可能在轉入的時候 被拿來當模板骨 可是到底是用到 比如說上面這一骨還是下面這一骨 我們現在沒辦法預測 只能直接針對說 你現在討論的是哪一個基因 OK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基因它在轉入的時候 就用到上面那一骨 下面那一骨 所以沒有辦法用預測的方式 所以雙骨都有可能當做模板 但是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只會用到其中一骨 這邊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三種RNA 三種RNA MRNA RRNA TRNA 都是依照這個方式做出來 只是當初利用的那個模板 那個DNA的模板上面 在被轉入出來的這一段當中 它的內容是不是真正的基因 比如說如果是RRNA的話 它當初被轉入出來的那段內容 就只是為了給它那個核甘酸的排列組合 所以它的內容裡面沒有任何基因或密碼 那個就是RRNA 所以如果這段裡面 將來還可以繼續去拿去做轉譯了 那就表示它是真正擁有一個完整的基因的內容 OK 這複雜性大致了解 好 所以 把這個解決掉就好了 所以現在 往後面看 411 這個地方 所以接下來 MRNA的長度 很重要 原因是 你現在想像一下 假設核糖體 這麼大一顆 所以轉入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 從基因的第一組密碼 假設這個地方是基因的第一組密碼 你絕對不可能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做轉入 為什麼 因為如果從這個地方去做轉入的話 那個讀寫頭會夾不住那個錄音帶 所以實際上那個 RNA在合成的時候 其實它通常會向前延伸 所以轉入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轉入的起點 OK 那轉入的起點 他們現在發現 轉入的起點這個地方 它的那個 含氮剪輯的排列組合 有一個很有趣的 這地方呢 常常會出現 TA TA 這樣的含氮剪輯的排列組合 重複很多次 OK 所以這算是一個好認的這個位置 好 所以 假設實質的基因內容在這個地方 目前已經發現的是 它不會從這個基因的第一組密碼開始轉入 它會向前延伸 所以實際上的 我們所需要的RNA的長度 尤其是mRNA 比實際的基因還要來得很長 那你要向前延伸 OK 然後 後來發現一個更麻煩的問題來了 每一次在細胞核裡面最初做出來的RNA 永遠比真實需要的更長 這個問題就是先談這個 這裡有一個編號1號的基因 這邊有一個編號2號的基因 這裡有一個編號3號的基因 這兩個基因之間通常間隔一個很明顯的距離 好 這是真的玩出來的 那這還不打緊 真正最殘酷的是 那個基因呢 就是你去想像那個錄音帶上面呢 你那個錄一首歌的時候 你應該會把這首歌連續錄對不對 比如說他把那個歌詞前兩句錄一段 然後呢停下來隔一段 然後開始錄那個這首歌的第三句到第六句 然後接下來呢 再隔一段之後呢 去錄那個接下來第七句到第十五句 類似像這樣子 那可能中間還隔一句 所以 假設有個基因 他大致大致落在這個區域 可是他把那個基因的內容分散放 這邊呢 是第一段 然後後來呢 隔一小段之後呢 才是後面的內容 中間的某一段的內容 然後之後呢 搞不好這邊呢 又來放一段 然後再來放一段 所以真正神武最詭異的地方是 他把連一首歌 然後要放在這個錄音帶的時候 他還不給你連續放 他給你分散的放 OK嗎 所以這個時候 細胞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OK 那就算了 那我就 用黃色好了 欸 剛剛講 從基因的第一竹密碼 開始轉入是不對的 你要往前 對不對 所以第一次做出來的 RNet的內容 可能要從這地方開始算 然後呢 一直錄到哪裡去 錄到這邊來 OK 所以RNA在合成的時候 你在411A上面這個地方 只看到一件事情 RNA聚合酶選擇了DNA雙骨的其中一骨 然後來進行轉入的工作 合成出來的RNA肯定是單骨 這沒有問題 可是 合成出來的RNA 沒辦法直接交給核糖體去解讀 因為它現在還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它裡面的內容是不連續的 OK 再來 這個RNA合成之後 我們希望它可以使用一段時間 因為 你看 呃 假設所有的基因 所有的蛋白質 基因就等同於是蛋白質的設計圖 那這些蛋白質的設計圖 是在DNA上面出現過一次 好 所以設計圖只有一份 可是你去想像 我在細胞膜上面要放個水通道 我有沒有可能整個細胞的細胞膜上面 只放一顆水通道 不可能嘛 OK 所以通常我們會希望這個RNA 可以使用一段時間 讓我們把那個蛋白質多做幾個出來 OK 所以為了延遲RNA的有效期限 所以還要有額外的事情要做 好 所以整個RNA 從細胞核裡面 最初被轉入出來的時候呢 它接下來 欸 起碼眼前要做的事情是 那一首歌它就不連續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要 轉入出來之後呢 這一段保留 然後下一段 隔 無意義區之後 這一段要保留 那你那個間隔 沒有歌曲內容的那段 是不是應該要把它剪掉 對不對 所以後面的狀況也是差不多 你要把那個實質上 有那首歌的內容的地方留下來 然後其他的地方都不要 好 所以RNA在形成的時候 有基因內容的地方 我們通常把它稱之為 這個叫做 叫做內涵子 或者叫內叉子 就是翻譯的問題 沒辦法 好 然後 它是實質上 有基因密碼的地方 那可是它這邊呢 還會穿插的一些 喔 對不起 外涵子 因為要顯得很好 有實質用途的外涵子 然後把那個安插在真正記憶密碼之間的 叫做內插子 或叫內涵子 內涵子 好 它們是屬於沒有基因密碼的區域 好 所以RNA初步合成之後呢 有一個明顯的工作 就是要先做那個錄音帶的剪接工作 剪掉不要的地方 把真正有內容的地方結起來 好 其一 其二呢 為了要讓這個RNA 有效期限增加 所以呢 它會去阻止酵素 來去破壞它 那怎麼處理呢 這個RNA 它就在前面這個地方 去加一個GTP的頭 OK 那這個GTP 它加的 比如說 本來那個核甘酸 應該是按這個方向這樣串下去 對不對 它特別去找個GTP 然後呢 把這個GTP 把它倒過來 用這個方向接上去 所以這個GTP 它的方向 跟其他核甘酸的方向 是顛倒的 這樣子 酵素要從這個地方要切 有一點困難 好 所以這是保護頭部的方法 然後接下來是尾部 因為我們也很怕 尾部那個地方 被酵素給分解掉 所以接下來 它在RNA的尾巴這個地方呢 搞了一招 就是像計時器一樣 就是在後面呢 一直可以加A 點點點點點 好 利用這個方法 就是沒關係 你就去分解 只要你還沒有分解到 真正重要區域之前 我這個RNA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就去慢慢切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幫你加很多的A 所以 利用多A的尾 來保護尾巴這邊 利用GTP 導過來安插 然後去保護頭部 然後 內容的部分的話 切除掉內插子 內含子之後 去把外弦子 這個地方 到時候會接這個地方來 就那個 那首歌 後來真的就可以連續播 所以這時候 等到剪接完成之後 這個時候RNA 會有真正完整的一首歌 完整的設計圖 這個時候 才會去交給何湯提前 好 好